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在第一局比赛当中 在伤心领地图上 我们看到罗贤用的还是一个标准的双矿开局 并且在前期的这个小操作方面 甚至是占了小明一点便宜 让对方的二矿开的是比较晚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小明还是用一个正常的思路去运营 三矿五基地先出飞龙 然后刺蛇并且还没有转 刚刚是到一个这个开采两气矿续飞龙的一个阶段 爆出了一波大概是有七八个飞龙 他其实第一时间还是一个自杀机的 对于对方海盗船的一个防守 然后再转的飞龙 并不是像昨天豪哥内盘 第一时间直接先出了这个六条龙过去 然后再去反自杀 那应该说这个时间点上的飞龙 是比豪哥内盘要晚一些的 但是我们看到 罗贤对于这个主家的防守啊 实在是有些薄弱 只有一个地宝 另外两个地宝是海盗船在对方家里 停了比较久才补的 可能也是因为他没有第一时间看到对方飞龙 所以觉得对方好像是不想出飞龙 或者是飞龙出的比较慢 家里可以先偷一点经济 多补一点农民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出击的海盗船是全部都被这个自杀机消灭干净 导致家里的海盗船数量不够 然后被对方一波冲过来自杀机 直接把海盗船击杀 然后只有一个地宝 一个龙骑士的情况下 是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主家 被对方飞龙是肆意的屠杀农民 那尽管自己压出去的叉叉和龙骑士 让对方的三况是蒙受了一些损失 但是你想一个是主基地和分基地的农民 完全都是没有设防 受到了这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而另一边仅仅是三况受到骚扰 并且是救了下来 所以在这样的局面下 罗贤是只能打出击击 好这样的话 现在罗贤是0比1落后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接下来他如果再输一局 哪怕是一个单局的话 他也将和这次的我们的这个第一人战说再见了 我想可能是很多罗贤的粉丝 包括我们星际其他的这个明星的粉丝 所有的爱好者都没有想到的一个情况 罗贤为什么会在这次的比赛中 遭受这样大的一个挫折 那下面应该还应该说还有两张地图 两局比赛的机会 我觉得罗贤想要赢的话 必须要振作起来 必须要把时间节点掐得更好 然后不要太贪经济 我觉得他对豪哥的这个失败 包括今天的这个第一局比赛的这个败北 都很大程度上和他不肯花钱做地宝有关系 那说到这里又让我们不仅联想起另外一位中国的神族高手 这个PGA PGA他在该补地宝的时候 他非常的怂 补很多的地宝 然后等到神族的科技出来以后 才比较猥琐的去进行这个推进 或者说干脆我只是推进开矿 然后利用骚扰来托你的经济 同时跟你打中后期的比赛 我们经常看到在F91和PGA的比赛 打到末期200人口的情况下 F91就是8框打2框 或者这个7框打3框 A到最后 然后把自己给这个A到这个框 全部A光 最后穷死 所以我觉得在比赛风格上 罗浅有的时候可能 还是需要更加稳妥一点 做一些改变吧 好 下面两位选手都进入了 我们的主机 接下来这张地图会是局外人地图 这是一张三人地图 并且上来的分框是可以选择 开在自己背后没有气况的一个位置的 那么这张地图上的打法 应该相信和伤心领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希望罗浅这一局 能真的能好好加油了 我不是二龙 我是真心的为他加油一下 那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SC土豆明对阵E3罗浅的第二局的比赛 好 各位观众比赛开始 您现在收看到这场比赛是来自于2009年度中国星际第一人战16强正赛B组的双败赛 来自于败蛇组的比赛 这场比赛的Bio3的副者将会被淘汰出局 胜者可以留到明天争夺第二张门票 看一下出身点和颜色 在左侧9点钟 绿色的虫族是SC的土豆明 他现在1比0的领先 在地图右上角1点钟 蓝色的神族是罗浅 罗浅现在已经是在悬崖边上跳舞了 好 我们看一下手机短信来自哈尔滨的一位观众 这种手机尾号是2686 他说龙哥你赶紧服完老奶奶回来吧 你快回来 我一个人承受不来 这套等信是帮我发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个对龙哥的迟道抱有这个付费 他真的是付老台过马路 而且他说他服完之后会拍下这个照片作为证据 晚上发在这个PR的论坛 如果他到时候发不出来照片的话 那大家到时候再喷他也不吃 好 我们看到这张地图上 楼前明显一个不同的开局 第一时间造下了鼻集 那这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单鼻集科技一波流的打法 另外一个是双鼻集的叉叉压制 因为这张地图可以把分框开在后门 所以重逐会有这样一个选择 这样一来的话 它的路口不可能有地保 那么基本上是靠小狗来防 这张双鼻集叉叉我觉得倒是还是蛮有前途的一个打法 好 果然是两兵营 那小明的开局 欧九地依然是一个非常中庸的开局 这个开局对上双兵营倒也不是很吃亏 而作为如果他一旦这个大着胆子 12滴外双的话 就可能这局要再一上来打得很辛苦了 好 两笔集之后补下了第二个pilot 第一个查子应该快要出来了 好 双方都已经探到了对手的出身点 虽然说楼前探的是下面 但是这张三人图 OK 你不在下面的就在九点 只是对于对方目前什么开局还不是很有把握 好 我们看到是欧九地之后造六条狗 然后开二基地 一个比较标准的流程吧 有一滴时间螺旋没有探到对方九点 所以是上来没有能够干扰对方的分框 这是开局探路运气不太好的一个情况 好 第一个查子我们看到是留在了路口等一下 防对方万一是这个五地啊 六地速狗 然后往外拉了一下 但是看到探路农民是被六条狗咬死 决定还是回来防守路口吧 两个查子现在 哎 还是在往前走 哇 带上农民拖家带口一拨流 但是对方是欧九地啊 对方不是十二地外霜啊 这么有把握吗 螺旋这到底是很有把握的一次出击 还是有点破拐子破摔的这个堵命的感觉 总之他现在已经是一波流了 这一波流如果打不下来 是很难有回头路的 拖出了两个农民 而且是双B级比较牺牲经济的开局 家里还出现了一个农民停顿的情况 小明现在什么都不要多想 狂捕狗就行了 小明在狗的数量续上来之前 利用小狗的激动性 不和你打正面 来回的扯动 而这边螺旋的叉叉也是聚到了五个 五个叉叉加上两个农民 这边小明的狗现在还没有达到两对 所以总体来说 现在还是螺旋在总兵力上占有一个优势 但是这边小明的地堡要好了 哇 已经拖到了第一个地堡出来 那么螺旋如果要打的话 必须要强行上高地 但是你如果一旦你想上高地 对方把路口一堵 那你还是没有机会 小明逐渐稳固了家里的情况 开始截你的后援 螺旋后续的两个叉叉 现在只能是打到回府 螺旋这个rush 基本上已经失败了三分之一了 拉了一个农民到外面 这个农民不知道是想要干嘛 好 开始围剿对方截后援的这匹狗 小明非常认真的在操作之前的八条狗 虽然阵亡了一条 但是也咬死了对方一个农民 想要上坡 好 螺旋这里为操作不错 挡了一下 不过还是溜上去一条狗 好 那么从开始来说 小明就已经很明显的占据了优势了 两框三基地 农民的数量 大概在11个左右 螺旋是初期拖了一波农民 但是他现在 双兵营的这个叉叉的开局 直接转双框 打位是非常暴力 现在我们看一下 螺旋前期的经济损失 没有想象中来得大 因为他叉叉都没有损失掉 还是可以对对方保持压力 小明后续还是得继续的做一些兵 小明这里精神也是高度的紧张啊 我们看到他这个气况迟迟都没有做 又放下了第四个基地 这边螺旋开打了 小明外面的狗 回房的慢了一些 地宝被插掉 现在是狗家农民一起上 看一下螺旋这波插插操作 好 除了实在太红 拉不回来的以外 基本上螺旋还是最大限度的 保存了有胜力量 小明这波感觉要被A死 他居然是开了第四个基地和气况 没有继续的做防御和做狗 螺旋弃而不舍的 暴兵前压 终于是收到了效果 好 这些是栓过水的叉叉 看看有没有机会将它们消灭 感觉狗还是太少啊 这波把叉叉打光了 你的农民损失也非常多了 啊 居然还是 重足这篇小规模交战败北 我们看到后面螺旋叉不停的过来 哎 你不要消气代工啊 满血啊 当然侠不掩喻了 螺旋前方的战斗 现在已经是喜讯平传 上面两个基地抱狗 还有两条狗没有拖过来 小明现在已经有点乱了 分基地已经被打下 叉叉直接上坡 主基地里也没有做地堡 小明这局很快要叽叽斯密达了 螺旋倒是非常悠哉的开了一个矿 不过这个矿现在看起来 稍微有点小累赘 但是问题已经不是很大了 好 这边螺旋很稳 为了防对方这个绕前溜狗 在家里做了一个地堡 他觉得前面我便宜站的够多了 就算不能一巴掌把你拍死 我们继续的打运营打发展 我也是不怕你 好 小明又补出了一大堆的狗 把对方家里的叉叉 吃光 但是螺旋马上就补出来三个叉叉 小明打出了技术 好的 螺旋靠Rash是搬回了一局 你说的话 我还不太吃不饭 是不是 你为什么不访意 吃光 你为什么可以找你 我闹得一点 所以我说 你做的是不害的 什么 就是不害怕 最后是新鲜 Luclear Launch Detected Luclear Launch Detail